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 HINI 區的報告 又是我出去網 今集大家看到我後面這一對 KEF BAY ONE META 這一對是現在KEF 坐地喇叭的旗艦喇叭 既然這對喇叭是全新的雙 我一個人一定搞不定 所以今集我就叫了我背部的東西過來幫我 一齊開箱 好, 好漂亮喔 開箱就完結了 不過我現在要想想方法怎樣拿出來 剛才要多謝朱斌幫我們開箱 開了這對杯出來 這對杯暫時就放在這裡 好, 因為還要上釘腳 不過那盒釘腳 我打算一會兒開箱的時候 即是一會兒拍片的時候 才慢慢介紹裡面有些什麼 所以現在我就不幫它上釘 好了, 我現在就把它放回我工作室 然後放好位置 我才慢慢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不好? 好, 看完我的開箱 在說它怎樣配搭 或者它的外套之前 首先我先說它的賣點 它的單點全頻技術 它這個單點全頻技術 其實就不只是說它的中高音 那單元 Uni-Q的單元 而是包括它的低音的單元 因為很多朋友都在問我 就是它這對喇叭 看到它是Sci-Fire 在擺位上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我在俱樂部 我會在兩個不同的位置 去擺過這對喇叭 其實基本上這對喇叭 你都不需要怎樣微調 那個音像、人聲、結像 在中間已經很困難 只不過是在後來再用一點時間 將這對喇叭做Toe-Out、Toe-In 就已經可以令到線條更困難 去做微調 第二點就是它的MAT技術 而這個技術的確在我的聽感來說 它真的可以消除到99%的高頻失真 而令到整個高音 尤其是中高音那一部分 它的純潔度 那種純淨度 是不會有任何的無躁感的 第三點就是 它這對的Bay-1 Mata 是配備了第十二代的Uni-Q 是可以使用同族共點單元 所以我剛才就是因為這個Uni-Q 這個技術 是令到你去擺位的時候 是很容易做到一個上位一致的 第四點就是兩對鞋震抵消低音單元 這兩對單元 其實是可以有效 令到低音的伸延 是會再漂亮很多 和乾淨很多 至於最美最美的聲箱設計 它在這次這一代 是做了一個輕微的改變 而這個改變 是令到整個音箱的結構 和實正度提升了很多 而我這次所介紹的就是 Bay-1 Mata 而它另外做了一個比較小的 就是Bray-2 Mata 適合不同的家居 其實我自己在這裏試 Bay-1 Mata 基本上應付400呎的環境 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的聆天環境 在200呎內的話 其實Bay-2 Mata 反而會更加適合 至於KEF的喇叭 它的顏色 亦有八種不同的顏色 讓你選擇 到你買的時候 基本上跟經銷箱說回你要什麼顏色 基本上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說完Bay的賣點之後 我們就說一下現在桌面這個這麼漂亮的木箱 當我和朱斌開箱之後 我又看到這個木盒 這個木盒 我們一眼看下去 其實真的很漂亮 這個木盒 我們現在開箱看看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八粒釘腳 當然釘腳 我已經放進去 而另外 它就有八片釘墊 而這些釘墊 其實它底部有一個絨面 接著有釘墊 不過始終這次都是一個測試 所以就免費用釘墊 所以這次我沒有用釘墊做測試 大致上 這個盒子裡面就是這麼多東西 說完木箱之後 不如讓我講一下我玩了一對Bay 這麼久 我配了很多很多不同的M 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線材 去怎樣配搭這對Bay 好嗎 其實這對Bay到補了之後 我首先就是用一套Lagra HD 即是後面現在這一套 去推這對Bay Lagra HD Power M 是石機 很多人都以為是膽機 而這對Mono Board 它的輸出 在8噶時有250W 不過頭30W都是Class A 剛剛開聲的Bay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可以出到Lagra那種誘惑 那種寧靜背景 那種分析力 已經可以出到 其實在我剛剛開箱之後 聽了第一天我聽的時候 我已經很開心 聽得很開心 而我即時已經拍了幾張相片 放了上high-end的討論區 去邀請網友上來一起跟我聽聽 Lagra Gap KEF的Bay 1 Meta 那種感覺是怎樣的 那麼多網友上來 當然他們都一致認為 Lagra Gap KEF的Bay 其實已經是好夾好夾的了 而我有一次看到Lagra的標 其實我看到它 為何插來插去 其實它都不過一半 可想而知 其實對Bay 1 Meta 很容易推 所以在那次之後 我就有個念頭 不如試試找一部合併機推 過一回了 當時我夾套Lagra HD時,我暫時未聽到對比帶有任何音色 我覺得對比是中性之餘,分析力、細緻的順滑是很漂亮的 比起上一代的KEF的確是進步了很多很多 其他地方是在測試套Lagra HD時,我換了很多東西 零陣台、喇叭線、平衡線、砍耳機、玩耳機 每一件東西,也可以清楚告訴我前面有什麼 每一件器材、每一件权材、特性、特有的音色是怎樣 之後我換了Karen Acoustics 最新的MASTER COLLECTION 這套頂級旗艦 而這套Karen Acoustics 除了擁有2100伏 即是在8噶的時候 有2100伏的輸出 這個那麼厲害的輸出之外 它的背景和幼細度 是保持最高級的水準 這套機器真的超棒 而我配搭了BAY ONE META之後 音場的質感密度、實質度、線條的實質度 基本上嚇了我一跳 如果以BAY ONE META 配搭LARGUA和Karen Acoustics 我喜歡配搭Karen Acoustics 所以我自從找了Karen Acoustics 配搭BAY之後 我發覺對BAY真的愈強愈強 即使我找到2100伏去餵它 它依然吃到之餘 它的表現真的很棒 玩完這麼大的火數 我又試過把BAY搬出大廳 用一套Audio Research 160M 每邊150伏輸出 用膽機去推它 而用膽機推的話 它的活生感、低頻的彈性 真的很吸引 以駕駛聲來說 當然 Audio Research加起來 都是四十多萬 但套Karen也超過百萬 所以如果以駕駛聲的話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Audio Research 因為Audio Research 價錢便宜一半 但它的表現 因為它的膽機 始終是膽機配搭KEF 對BAY1META 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喜歡 膽機那種表現 而最後 我就拿出Soullook的A2 而A2 以100伏8暗 去推對BAY1META 其實它的音場大小 其實是適中的 其次是對BAY1META 是可以完全表現到 Soullook的那種 活潑開揚、幼滑、幼細 尤其是播放古典 它的控制力都很好 整個音場都可以很穩定 我大大話說 都用了四套M 去試這對BAY1META 如果不算價錢的話 我就真的喜歡Karen Acoustis 的Master Collection 那2,100伏2,100伏 推下去的那種感覺 那種音場、弘大、權威性、低頻 那種實性、線條、密度 那種感覺 的而且我真的超棒 而之前有上來的網友 大家都聽過 而另一方面 如果你要以性價比來說 我就喜歡一套 Audio Research 最後我再說一下 它的Dumper位 因為它的Dumper位是很特別的 普通的喇叭 它會有一條銅巴 讓你拉著高和低的部分 而KEF這對BAY1META 它是用一個扭的螺絲位 如果你扭到實的話 就會連接它的Dumper 但如果你不用那條Dumper 你想自己去搏Dumper 也可以 只需要扭鬆就可以了 好 聽完歌回來 總結 這對BAY1META 其實它真的集合了KEF 這麼多年做喇叭的經驗 它的外觀 入屋指數超高 所有人看到這對喇叭 都會說漂亮 其次就是它今代的META技術 真的超棒 它真的有本事令到高頻的底措 減到最低最低最低 而令到線條很順滑之餘 很實 另外就是聽歌的取向 剛才說過 它的聽歌取向是很百搭 幫什麼類型都很好聽 至於這麼大對BAY1META 它是很容易推 100伙都可以推得到它 說了這麼多 大家是不是很想試聽這對BAY1META 如果想聽的話 大家可以去到中環的 都爹里街1號12樓 KEF的showroom 可以試聽 不過最好是先打電話 預約了 電話就在這裏 好嗎 今集就分享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